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先有后乐的豪情 铸就敢为人先的城市基因 一座东方水城 让世界读了两千五百年 或许苏州本就是一个谜 等待我们去发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能烧造出一种价比黄金的细料方砖 这种砖造型方丈厚重 色和带清光润 轻轻敲击 会发出轻悦的金石之声 这是我们金砖博物馆的石成古砖的一个仓库 每一块砖都有它的故事 它的年队 它的侧身 它的金导观 所有的金砖的文化 实际上都体验在这个编框名文里面 这个编框名文是很重要的 如果说没这个编框名文 这一块砖就是一块方丈 谈不上金砖 编框 就像是金砖的身份证号 每一块金砖的侧面 年好位列在前 苏州府几个字赫然在后 数百年之后 这些斑驳的字样 似乎在向世人诉说着什么 那么金砖之名 因何而来呢 它是金砖的 它是不是跟它的材料有关 然后放了金属的东西进去 金砖 我说是不是金子做的砖头 为什么叫金砖 当时得有三种说法 一个是因为贵重 一辆黄金可以专门 第二个比较坚实 它的敲击的声音 有一种金属声 第三个说法 因为这个砖是专门供应金层的 往金层运的 所以叫金砖 在玉瑶金砖博物馆东侧 至今仍有一条南北走向的水道 几百年前 一块块金砖正是从这里 通过金行大运河 一路北上进京 以前南同志去到皇宫里面去送户 每个船上插一点黄旗 为什么要插黄旗 黄旗就是对表皇帝的 他开出去 一路上面 没有其他的民船碰塌 如果碰塌 就是碰皇帝 是叫七军要杀头的 明永乐四年 明城祖朱棣决定迁都北京 开始兴建紫禁城 经香山帮工匠快箱推荐 以太和电 中和电 宝和电 三大电为代表 皇宫药店铺地 采用了陆木砖药 由此 史砖于苏州 则其意与长州摇户六十三家 顾苏志第十四卷中 也有这样的描述 出奇门陆木 间隙一塌处 工部星座 多于此稍造 快箱 这个苏州人 他做的那个 就是建设部部长 相当于现在是工部 他在造整个紫禁城的过程中 铺地的那个大方砖 他用的就是自己家乡的 就是我们现在陆木那个地方 那么这个玉瑶 其实历史上它叫鱼瑶 民间一直相传 就是明代永乐年间 皇帝就肯定了 我们这个陆木玉瑶 这个地方造的砖头 所以就亲次了两个字 就变玉瑶了 我们收录了三种砖的敲击声 请专业音乐师进行图谱分析 这三段声音就是说 我们听下来发现呢 就是他们的音色是完全不一样的 尤其是第一段声音 然后我们使用专业的这个频谱软件 第一段声音的这个 在2000到4000赫兹左右这一段 就是它的能量是最高 达到一个峰值 所以说它这个声音是最亮的 频谱曲线弧度最大的这块 正是玉瑶金砖 而当我们把金砖侧面铺开时发现 其构造紧实 横断面无一缝隙 事实上 断之无孔 敲之有声 正是玉瑶金砖最大的特点 今天在玉瑶金砖博物馆的西北角 仍保留着两座古老的砖窑 姐妹窑 这个博物馆就两个古谣 我核心 因为没有古谣 这个博物馆就是没有根的 承担了金砖制作技术的传承的这么一个重任 数百年来 玉瑶的百姓代代守护着姐妹瑶 也守护着最古老的传统记忆 明代张问之的造砖图说中有过这样一段描述 其土必去城东北陆木所产 甘黄作金银色者 橘而韵 韵而晒 晒而锤 锤而冲 冲而磨 磨而筛 凡七转而后得土 按书中所说 制造一块玉瑶金砖 需要历经被料 制皮 烧瑶等 二十九道工序 每一道都极尽讲究 黑地呢我们称为是一个人的眼睛 有黄的 有白的 有花的 做金铲 一定要是这个土 如果不是这个土 就不是真正金铲 盛的时候呢 还要签 一片尾的签 签好了 要用这彩 把图 练透 练手 让它没有气口 慢慢慢慢让它封开 不能封开 不能 更不能拆下塞 前火是要慢一点 后火要快一点 所以那个土 能够很好地掌握 那个火候 被烧一百三十天左右 要经历最后一道特别工事 硬水 不能太多 也不能太少 如果太多了 我们就水上 金砖超市 没有声音的 如果下子少 我们就反护 金砖的颜色 我也比黄的 至今 杰妹窑 仍恪守着金砖 最原始的制作技艺 和漫长的制作周期 头一年订货 来年才能取砖 几百年风雨飘摇 露目玉瑶的炉火 也曾经历沉寂与衰微 时间得以延续 不得不提及上世纪末 故宫最大规模的一次 整体修缮 1984年的时候 一个毒水反应 就是到故宫来玩 看到故宫里面的地面 坑坑洼洼洼的 一些船都烂了 他就为这个砖射船了 那么后来就是说 我们这边的一个 大的陈书记 愿意和故宫来合作 怎么把这个古法治章 恢复起来 1990年 故宫专家专程赶到苏州 亲自登门 再续前沿 摇火再次亮堂起来 1990年的那个夏天 金梅泉将自己精心挑选的 150块金砖送到北京 第一批150块 就是送给他的样品 就在那个 现在那个昆年宫的后面 这个地方呢 是气候比较恶劣的 晒不到太阳 晒得到雨雪 我每次去过工 我就看的 每年 现在快要30年了 到现在 还是稍微有点目损 越来越亮 越来越光 树有砖空 像我们的祖传的记忆 就是苏州玉瑶金砖制作记忆 那我接下来 我还是要在这个地方花工夫 就是要把我们的玉瑶金砖 还是打造成玉瑶金砖 完完整整的玉瑶金砖 而今 玉瑶金砖国务馆 馆内游人如之 馆外 古老砖友 不慌不忙 燃着炉火 生生不息 玉瑶瑶金砖国务馆 祖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